大家好,今天是2022年8月12日 《眾新聞》1月初停運這個環節 新聞點評在3月28日首次播出 都是抱著一天仍然可以繼續說 昨天剛剛播出了第100集 都希望有第2個、第3個100集 大家覺得花了一點時間都值得 每天做這個環節 難免都會記起一些送新聞和舊同事 其中一位今天就來港進修 借這個平台祝他平安、生活附足 講回今天的新聞 特首李家超和班子上了台過半月左右 今天就有排高官出來開個大堆頭的記者會 什麼事呢?就宣布即將開展 打擊600個香港衛生黑點的計劃 新成立的地區事務統籌工作組 就說8月中起分兩個階段 就進行清潔衛生黑點和改善使用的工作 全港各區設立了19隊 叫做夜間防治鼠患流動隊 就用新的工具和處理去滅鼠 這樣說 負負責這一談事是政務司副司長卓永興 他就說會加強社區參與 希望能夠解決香港老大難的環境衛生問題 並且提高香港的國際形象 這樣說 香港都是一個現代城市 很多方面都很摩登很現代 就說要搞國際大都會 日前李家超還說要大搞創新科技 向全世界搶人才說 你搶人才 但是一個城市的基本居住環境 衛生整潔 垃圾污水老鼠這些問題都未解決 現在大挪大鼓搞衛生 卓永興就承認說是老大難 還說就希望可以提升香港的形象 搞定這個問題的話 國際社會怎麼看一個衛生整潔 在香港都變成了一個老大難問題 當然大城市總會有這些問題 但是香港很多東西都說有效率等等 搞極都搞不到這個衛生問題 新官上場之後 第一場的大龍鳳清潔香港 香港人可能就是唯有發揮 少將許冠文日前就這樣形容 香港人精神 就是怎樣呢 就算我們哭都是笑著哭 真的有些提消解非的味道 政府今天就公佈說有600個衛生黑點 當然我想我們都不會覺得奇怪 出街就會知道香港的衛生問題 但是其實都值得奇怪或者要問的 就是這些黑點是不是7月1日上台 李家超上台之後 他班子做事之後 成立了這個地區事務統籌工作者之後 才發覺香港原來有600個衛生黑點 香港人其實都知道香港的城市 衛生黑點都真的遍佈大小角落 隨時不知道600個 政府每隔幾年就搞一些類似 這樣的大掃除 洗街 住此裡捉老鼠 每個官都說要做得到 三分鐘熱度過了之後 環境衛生還是老大難 又好像沒有人需要負責 回歸了25年 香港人經歷了很多無數的折騰 特別過去一兩年 已經不再奢望一些所謂住屋 老大難問題 在可見的未來 就可以得到一些根本的解決 平均輪候供屋的時間 已經去到6.1年了 都不再延長 其實都真是幸運 沒有辦法增加房屋供應 或者減少一些劏房的數目 我想香港人很多都會覺得是無可奈何 無可奈何 假如如果能夠做到減少鼠患 就是捉多一些老鼠 街上就少一些垃圾 搞好一些基本的衛生 都算是做一些實事 都是那句說話 官員去捉老鼠 總比在網上捉鬼好 搞那些什麼 捉那樣捉那樣 環境及衛生 不好意思 環境及生態 應該是 局局長謝展環 今天在記者會就說 怎樣捉老鼠 他就說 那些老鼠 夜間在街市活動 放置那些鼠吏和暴鼠的設施 夜晚放的鼠吏也比較新鮮 初冒的觀察 就是在這些地方的捉鼠成效提高了 而改用了叫做T型 T就是UST的T T型的鼠吏盒之後 老鼠咬吃鼠吏的次數也明顯增加 我特地讀這段 但是大家聽起來都會有些莫微奇妙 就是公眾究竟 你怎樣捉老鼠 哪些方法好些 老實說 根本公眾都不太掌握得到 你有數據 興趣也都不太大 如果借用意固領導人鄧小平 那個所謂黑貓白貓論 總之你捉到老鼠便是好貓 那你搞得好那些鼠吏 就做好事 那謝局長呢 其實真的可以放心去捉老鼠 不需要這麼清楚的交代 有什麼T型 有什麼刑鼠離合 同樣地 那些市民其實對卓永興所講的 大堆那些政府內部的分工 流程 以至於他為什麼執法困難呢 其實老實說 都一頭無水的 也都不明白 你誰分了什麼工 流程是怎樣 為什麼做不到事 總之現在你就做不到事的話 既然如果這些都是一些官僚內部 你們自己製造出問題的話 那你自己搞定它就算了 你交出成績 捉到老鼠便行 那赤永興就強調 說現在今次的打擊黑點 衛生黑點的工作 一定一定 這個是我加下去的 一定會持續 那我相信歷屆的政府 也都分別 既然分別舉行過一些 舉辦過一些類似 全港清潔運動 不同的官員也都作過一些類似的承諾 那今次呢 李家超就提出說 要搞一些指標 職效指標 KPI 那其實為什麼不訂立這個600個 你現在給了600個衛生黑點的說法 就給了指標 什麼時候可以清零 什麼時候減到400 什麼時候減到200 什麼時候就清零 一旦如果未能達標的話 就有人要負責 那是否至少 卓永興就應該要下台呢 即是如果達不到標 做不到指標的話 有沒有吉市這樣做呢 今天講到這裡 多謝大家 拜拜